互联网交付凯文·凯利曾在直播中说 我们不会被AI取代 但是我们可能会被那些使用AI的人取代 去年以XGPT为代表大模型AI工具火爆全球 我们为大家体验了上百款的AI工具 结合网友的投票和自身体验 总结了十款最好用的AI工具 大家记得收藏下来 第十名最炫苦的AI工具 只需拍两张照片就能生成超高质量的3D场景 Roman AI可以借助NERF技术 来捕捉场景的细节和光照效果 喜欢的手办 公园的一角 即将离开的出租屋 这些都可以转化为3D照片 一张照片可以记录瞬间 一段视频可以讲述故事 但是三维的场景可以让人沉浸其中 我们就常坐在时光机里回到过去的时空 这是无论你拍摄多少张照片都无法实现的 在未来 我们还可以方便地从VR AR和虚拟现实设备结合起来 只需要一部大家都有的手机 就可以把自己的房间或者物品搬到虚拟世界 第九名 看起来最有用的AI工具 当我看到它炫酷的演示视频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是 以后我再也不用做繁琐的PPT设计了 不用给每页PPT配图 不用手动一点点的调整字体的大小粗细 不用去网上到处找能用的模板 但事实是 作为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AIPPT制作工具 它还无法达到我的要求 它无法做到给它一份演讲稿 等几分钟就可以下载到一份可用的PPT 对于懒爱晚期的我来说 只能说未来可期 第八名 最好用的AI搜索引擎 Reddit的创始人称在博客中表示 Google搜索的结果充满了垃圾 那国内的就跟武功说了 AI搜索引擎的原理不同于传统的搜索引擎 它会先用AI帮你看一遍搜索结果 并直接提供经AI处理过的答案 而不是留下一堆网页 让你们在广告和乱七八糟的搜索结果中找答案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尝试过UO Proplexity Find Sensebase GoogleBud的AI搜索 但到目前为止 我最喜欢的是Find 这里举个例子 我们让所有的搜索引擎去搜同一个关键词 什么是AI Agent 总的来说 Find比Proplexity的中文支持更好 比XGPT拥有更准确的搜索 相比Bar的有更大的定制化空间 你还可以方便的调整搜索结果中网站的权重 这就非常实用了 有人让Proplexity帮你写代码 它给出的参考资料里面居然有CSTN 那么就要合理的欢迎一下你写出来这个代码的质量 你干嘛 如果使用Find 它可以直接把不喜欢的网站权重给调到这里 然后 应该就再也不用看到这些网站 而对于你常用的网站 甚至是常用的关键词都可以单独设置 例如 我常用的编程语言是Python 常用的中文平台是知乎 那么Find就可以优先查到包含Python关键词的网页 提高知乎回答机构中的占比 非常的好用 第七名 最有潜力的AI VLE VLE是同声传语言的噩梦 微软证明 AI不光是可以是一个畅直的翻译官 它甚至可以模仿说话者的声线 语气语调 这些是连人类同声传语官都无法做到的 而实现这样的效果 只需要你三秒钟的语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Dymon的效果 摩洛哥农业在向欧洲出口时享受特殊待遇 Moroccan agriculture enjoys special treatment when exporting to Europe 我们拒绝这项社会不认可的改革 We reject the socially unacceptable reform 你觉得可以代替传语言翻译官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 但是很遗憾的是 VLE没有开源代码 也没有正式的发布这个产品 因此我们无法给大家实际体验到这个产品 因此我们把它列为了最有潜力的AI 也许从2024年开始 类似的产品开始商业化后 我们自然找不到一款学习外语的理由 出门带着VLE就行 第六名 最好用的AI学习工具 这是一个很小众的软件 我没有在其他的任何不足的AI工具盘连中看到过它 但是我认为 它仍然是我见过的最好用的AI学习工具 以前我们学东西的时候老师会说 你必须要学完这本书上的东西 某某某东西要考试要考 你跟着我的进度来 一步一趋地学习某些知识 Albus不会这样 他让你提出自己的疑问 然后用AI来回答 通过和AI互动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训 举个例子 你可以向他提一个你好奇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是深度学习 AI就会教会你什么是深度学习 你不用害怕 AI在回答中提到了一些你并不理解的概念 因为你可以顺着你不理解的概念一直提问下去 直到真正的理解全部知识 除了提问以外 你还可以直接插入外部的视频文档图片 让AI帮你总结提炼文档 然后把总结好的内容也纳入整个知识网络 我觉得这是更科学的学习链路 因为不是所有知识都是线性的 第五名 使用最多的AI工具 Recast是一个启动器 就类似于Mac上的Spotlight和Alfred 只需要敲一个Command加Space就可以唤醒 Recast的设计理念是把简单但是零碎的小事 全部放在一个学校的启动器窗口内完成 比方说邮件 提醒事项 更改一张图片的大小 新建一个文件 查单词 找文件 计算器 搜索有推入视频 在此基础上 Recast官方集成了OpenAI的API 成功地将AI的魔法 蔓延到了MacOS的每个角度 从翻译一段话 解释一个函数 搜索一个概念 当你可以想到的方方面面XGPT能做的事情 都可以绑定到一个系统级别的快捷键上 甚至你可以定制专属于自己的AI指令 比如说 我设置了一个解释专用名词的指令 之后我在任何地方选中一个我不懂的专用名词 都可以直接让XGPT给我解释出来 Recast Store中海量的插件生态 也都能直接定用Recast AI服务的API 而不需要额外的付费 比方说 这个快速编写提醒事项的插件 我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告诉他 我想干什么 他能自动地帮我把事件 添加到我的系统提醒事项中 Recast集成了XGPT使用方便 可以定制化 必须有丰富的插件生态 它成为了我在2023年 使用最多的AI工具 如果让我把本期视频的所有AI工具都删了 只保留一个 那么我一定会选它 第四名 程序员最爱的AI工具 Warp是一个登上了OpenAI发布会的命令行工具 它们Rust编写并且深度地集成了AI功能 如果你是一名程序员 特别是对初学者程序员 一定遇到过忘记命令行指令的情况 但在有Warp之后 你只需要打一个警号 用直接用自然语言操作命令行 比如说 我想删除这个文件夹 Warp就会把我的命令翻译成命令行指令 然后回撤执行 如果遇到了冗长的暴促 Warp也能一键推乱出出错原因 可能在未来 即使你不是专业的程序员 Warp也能帮你完成许多 以前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 此外 作为一个终端 Warp的本职工作做得也很好 尤其是AI工具盘点 我们这里就不做详细的讨论 三名 最有用的AI工具 NOTION AI是我今天体验下来最有用的AI工具 它负责我从阅读 学习写作到总结的所有流程 当我看到好文章时 我会一键分享到NOTION的代读清单中 NOTION AI会迅速地帮我总结出 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和摘要 方便我在需要查看和引用的时候 快速地了解文章的大概内容 我经常直接使用语音输入来记录灵感 然后让能成AI帮忙润色成书面化的文案 还可以让它帮你画一张思维导图 翻译一句话 一个概念 或者生成笔记在摘要 建议自己的知识库 但我们需要查找之前看到过的内容是 它可以用AI搜索整个的知识库 然后用自然语言告诉我搜索的结果 因为知识库中的所有笔记 都来源于我之前的思考 或者说阅读过的文章 所以和自己的知识库对话的体验非常奇妙 就像是和一个拥有无限记忆力 写从不知疲倦的过去的自己来聊天 二名最好听的AI工具 孙荣说一个AI作曲工具 我们直接一起听一下AI创作的音乐吧 你觉得AI创作的歌曲如何呢 十分满分 可以把你的分数打开弹幕里 在孙荣中 作曲除了根据提示词直接生成以外 还可以根据你给出的歌词直接生成音乐 并且试试中文 于是我们自己做了几首 当然这个音乐生成有时候也会抽分 比如我们遇到了生成的中文歌 我们感觉每个字都可以听懂 但其实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终于可以理解外国人听中文歌的感受了 基本有一些小问题 但总的来说 送到生存的音乐都还算好听 并且生存音乐的速度非常快 在一分钟之内 创作是几首可能花掉人类音乐人数周时间创作的音乐 在凭借AI几乎无限的创作能力和进步空间 那么即化石下岗后 下一个会轮到音乐人吗 第一名 最好用的AI浏览器 或者说浏览器插件 AI插件在浏览器的数量很多 并且功能各异 总的来说 主要分为网页摘要 AI搜索和AI辅助阅读这几类功能 然而 我们认为浏览器集成AI最成功的例子是ARC ARC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浏览器 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 Chrome浏览器的换壳套皮 加上一些内置好用的Chrome插件 并且在此基础上 用AI重工了许多已经存在的功能 例如搜索功能 乍看起来和普通浏览器的四个功能 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但是 当你输入一个界面没有的词时 就会发现 搜索框的右边出现了一个ask按钮 点击它 就能直接用AI搜索 并且总结一面上的所有文本 然后点击 还可以调整到不同的原文位置 如果你遇到了一篇 又长又不想读的英文文章 可以让ARC帮你总结文章的主要内容 甚至你根本就不想打配这篇文章 只需要这鼠标旋行在任意链接上 同时按下键盘上的shift键 ARC就可以帮你直接提炼出违章的要点 并在前面配合上符合语语的可爱图标 我们平时可能会下载过一堆文件名 很奇怪的文件 导致在需要找的时候很麻烦 ARC浏览器就可以自动用AI 帮你重新命名这些文件 最后是 第零名 年度最受期待的AI SORA 这些稿件本来是年前策划的 但是年后突然发布了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SORA 精密的毛发 生动的光样效果和粒子延误 凭借着让人真假世界南边的视频质量 之前需要一个大团队 把几百上千万来做的影棚和特效 现在普通人只需要敲几堂字一种生成 SORA作为年度最受期待的AI 当之无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随着AI工具的不断进步 还会有越来越多好用的AI工具出现 我们还会继续体验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一次三连支持一下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